余大人 朱大人 张先生 不好意思啊 又来打扰打扰您 您这点的话 二位大人一到小店是澎湃生辉 那您客气啊 您二位里面请 来 二位大人请 二位 来了 用点什么 这边瞧瞧 来 四川 干啥 得嘞 张少爷 张少爷 您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谢了 弟兄们 你们赶上最近好吗 有日子没见上他了 我们赶上的好着呢 昨晚还念叨您的 走 替我向他带好啊 好 张点 到柜上拿两条钱 给兄弟们分分 好嘞 您太客气了 可不是他都 多不好意思 瞧这话说了 咱都是朋友 是 是是 大口气 好 可别嫌傻 您瞧这是闹的 我们赶上的平时就说呀 这没事啊 少从松和这门前走不是 可今儿个一不留神 你给忘了 你干嘛呀这是 那回头我得找你们赶上说说去 不妨这样 咱都是一条街上混的 再说也是个缘分嘛 谢谢少爷 那我们先走了 回头有事您言喻 好嘞 回头见兄弟们 回头见 回头见 您保重 自己发财 说了 您这六鸟 还是不您那黄鸟做 你说我啊 今儿是碰上坎儿了 过不得今儿过不去了 我说大侄子 你无论如何得帮帮我 叔 您别着急 您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家里那几只鸟啊 它没活虫了 我说叔呗 我当什么事呢您 这鸟没活虫 您喂点别的呗 至于这样大惊小怪嘛 我以为天塌下来 那您这鸟冬天怎么办啊 您弄点羊肉沫 或者绿豆粉 要不喂点酥子 合作人 至于像您这么着 我说大侄子 你说的倒轻巧 我那几只蓝电壳 这正脱毛 正较劲的时候 它没活虫哪儿成啊 再说了 这不是还没到冬天天呢 我说叔啊 我知道 您啊 就是奔我养的那活虫来的 您想叫您直说呗 都那么大一圈子 还是我大侄子 等了叔 我一会儿啊 就差人给您送呢 保证悟不了您喂鸟 这儿说啊 我拜托您啊 以后可别这么吓我 瞧您刚才那样 我以为咱们家房子着火 你这话怎么说的 我那几只鸟 都快饿死了 比咱们家那房着火 还让我心疼呢 我知道 我知道 对了 保国寺 新开了一个饭庄 正巧的卤菜 今儿晚上我做动 啊 你是无论如何也得够啊 腾出功夫啊 呦 呦 杨大人 您上我们松河斋买进山 里边请 对 您里边看看 杨大人 来里边看啥 得嘞 师傅 杨大人来了 呦杨大人 请请请请坐请坐 哎呀 过来弄点纸木 顺便看看新的近身 出来没有啊 嗯 佑林啊 把咱们最新的近身 拿给杨大人 是 您用茶 刚我在门口遇见张山林了 他怎么说 这是他家开的铺子 啊 大人有所不知 去年张家把松河斋六成股都买下来了 人家是大东家 他家不是为了还债 把货底子都卖了吗 货底子 啊 对对对 当年是你们让我错判了个案子 还是真给买回来了 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按照大清律 诉讼其已过 华厄银行那边当事人也辞了职 但是再也不会有人追究了 跟洋人的事儿 我不会无是生非 得 这件事儿啊 又让你庄虎臣给抹平了 别别别 真是买回来的 对 买回来了 你轻点啊 那能喝点药吧 不喝不喝 你这个笨哪 走走 给我走给我走 走啊 掌柜的 您不喝药这病怎么好啊 不喝 我这病啊 喝药没有 我知道 您是心里啊凹头的慌 看人家松鹤斋的满门是一天比一天洪火 可咱们这不就 庄虎臣这个吃里爬歪的东西 对 哎呀想当年啊他一乡下孩子 背着铺块卷啊到从冒原斋来 三番五四的托人我爹才收留了他 是啊掌柜的 要不然怎么说您心眼好呢 您看这药您好歹喝口 他庄虎臣会的那点玩意啊 都是当年我爹手把手教的 对 现如今呢他翅膀硬了 就来个府邸抽信 要说近身这买卖啊 是怎么冒原斋的呀 他庄虎臣到了松鹤斋 哎 反过头来就把怎么给呛了 这口气啊 我吻不下去 掌柜的容我说句实话 这近身在咱冒原斋可没卖起来 是啊 咱冒原斋的近身啊 那是一年半载都是他 没人盯没人换呢 可您看看这眼下头 这当官的跟走马灯一样 你来我往换的多亲啊 您甭说这一年没换 就是俩月一换 要真实啊 怕都用不上 字塔里庄虎臣呢 弄了个欺品官 哎呀我就琢磨着 他一定肚子里头憋着什么呢 这个庄虎臣一肚子坏点子 是啊 咱们不就没想到这点吗 一直啊 是这抄点那抄点 还不一定准 您说这反正谁要啊 他庄虎臣 那是下了大本去 一门心思想把这买卖做去了 跟咱们呀 就不是一码子事 哎 哎 和恋爱的账你结了吗 还没呢 那几位主事的都没在 都不在 何着你连人都没见着啊 都多长时间了 你真是急死人呢你 这点事都办不了 哎呦 哎呦掌柜的 我 你 给我滚 滚 哎好 哎呦掌柜的 哎呦掌柜的 你怎么就 嗯 张晓 哎 他来了 掌柜的 您回来了 哎 不会是忙活了一宿吧又 哎 哎 刘掌柜的 必定是我的老东西 他们家有事 我得帮忙啊 嗯 哎 哎 刘掌柜的这一走 茂园斋 怕是更难了 掌柜的 那您赶紧到后边歇会儿去吧 不用了 天这就亮了 我还得赶到宫里 欢迎各位大人 到我们宋和寨 啊 谢谢 我们这边 面前一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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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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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步云任代州作参将 何世文任保定副总兵 格尔庆尼任内务府御用品监管 御用品监管 我站在城楼 我 听得城外乱纷纷 超城哪 超近身 近身 什么叫近身呢 您是刚到京城上任的吧 京城我是早到了 可就是还没上任呢 这不皇上上的职务 他昨儿才公布啊 那上头有您呐 有啊 您是哪位啊 名单上前三名 厄尔庆尼 内务府御用品监管 这怎么话说的 额大人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您多担待 多担待 我说你那近身名单上 能不能有我的名字 您这话说的 近身上要是没您的名 那还叫近身吗 不瞒您说 我弄这个都快三年了 您 额尔庆尼 对 香黄旗 对 山西进茶室 对吗 你真在行 来来来 来了 不不不 额大人 近身验得了 我给您送到府上去 您可得记好了 我叫庄虎尘 孙赫斋掌柜的 那我就等着您的信了 挺好吧您的 您好走 五线电宝 是意大利文 马科尼 全年夏天 成功研究的 他的原理是电磁感应 电磁越浓 感应越远 谁能告诉我 从法国到英国 直线距离多长 老师 你说 英吉利海峡最窄处 有三十多公里 合成我们的华里 大概有六七十里 对 从法国到英国 有三十多公里 这三十多公里 不用叫电磁 就可以同间吧 好 今天的课 先删到这儿 下课 张又林学习的 京师同文馆 是清政府为学习 和传播西方科学 而创办的一所 很有影响力的学校 一九零二年 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 与京师大学堂一起 共同称为 北京大学前身 妈 我回来了 我说要回来了 干吗 回来了 这新式学堂教得怎么样啊 我去给你倒茶 我那儿 学得比这四桌仙子教的呀 有意思多了 我们同文馆的总教习 是个美国人 叫丁伟良 丁伟良 这是个汉人的名啊 这外国人啊 在咱大清国 都有一个咱们叫着顺口的名字 跟他以前的名字 不是一回事 怪不得 那你们都学习什么呀 学的可多了 上次不是都跟您说过了吗 什么天文策算 地理金石 格物 多了去了 这格物是个什么呀 格物 妈 给你瞧这个 封定格物入门 封定格物 格物呀 就是对生电光景自然科学的总称 这个妈 牛顿 英国的大科学家 这 这我还是没看明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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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什么 它 它是干什么的 就石头落地呀 这事啊 就是他给弄明白 石头落地 嗯 这石头不落地 它落在哪啊 听得那么绕头 妈 反正跟您说不明白 少爷 您喝茶 我们这丁总教习说了 咱这中国的国民教育啊 上千年被纯粹的文学 伦理学 政治的宽广 都给限制住了 这自然科学啊 远远落后 刘脸 诶 九哥 大妈 季灵来了 刘脸 咱们童文馆啊 过两天办个舞会 怎样不怎样 我不去 这铺子里最近忙 舞会 什么舞会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妈 那跳舞啊 也是洋人的玩意儿 洋人的书你们读 这洋人的玩意儿 你们也学呀 我们童文馆啊 是 给大清国 培养外交人才的 这逼的业啊 都要和洋人打交道 所以呢 这洋人的玩意儿啊 我们多少要知道一点 这幼林 学的也是洋文 多接触点 没坏处 我呀 将来是想当教习 可没惦记得 跟洋人打交道 又里 我看你还是去吧 啊 你堂兄说的对 你学的是洋文 这洋人的玩意儿啊 你得多学点 多知道点 真的 秋雨也去 那我也去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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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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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的还是叫你张掌柜 杨大人 您是松赫斋常客 应该知道 我们掌柜的是庄先生 我妈就是松赫斋的伙计 这我知道 我是说你的身份 松赫斋的伙计 也是松赫斋的少东家 又是京师同门馆的学生 所以叫你掌柜的也没什么错 松赫斋的事情 你说了也算了 杨大人 您要点什么 尽管吩咐 您这铺子里 有没有上好的陶宴 您是自个使吗 还是送人 送人 只要好 价钱贵点 没关系 成 您先喝口茶 我后会给您取去 这孩子初学书话 我建议您给他用这个原书 杨大人 您瞧瞧这两块 张先生 前两天刚好为先生给我写了副对子 我这心里不大过瘾 听说康先生特别喜欢收集这个名艳 特别对这种讨厌情有独钟 我就想买一块回去回礼 我不太懂 您给我讲讲 杨大人 您客气 那我就现找了 请讲 这陶宴四大名宴之一 出自甘肃省南边陶海一带 所以叫做陶宴 这陶宴的实质细腻温润 特别是这绿桃 有个说法 绿如蓝 润如玉 听讲了 这黑色的石料绿 这圈圈点点的绿斑 像不像水中的浮瓶 颇有大氧质感 有点意思 这叫绿衣石 您再想这个 这块燕南 纹理之中 竟是一些黑色的小细点 像是一颗一颗黑芝麻 嵌在石头里 这叫尖末点 从剑上的角度来说 哪个更好 当然是这尖末点 有这种说法 陶宴贵如何 黄标带绿波 这绿衣石啊 送给康先生 这肩膜点我也要了 杨大人 这两块陶宴可贵 这是我们铺子里 最值钱的东西了 贵不怕 只要是陶宴中的极品就行 那是自然 您刚说这绿衣石 是送给康先生 这康先生是推行 新法的领军人物 这绿衣石送给他 也算是保健赠英雄 物尽其用 可这贱目点 更贵重一些 您是打算送给谁呀 我的师父 报兵老人 您说的是 胡王总督 张之仲张大人 对 是张大人 值 这张大人啊 是我最敬佩的前辈之一 要不是他积极推行养物 我还上不了这新式学堂呢 这贱目点 要是能到张大人手中啊 也算是松克斋的荣耀 这样 这两块陶宴 我按五折给您 以表达我对张大人 跟康先生的敬仰之意 彭彭 张先生 这不合适啊 杨大人 您就甭客气 宋叔 来 把杨大人的两块陶宴给包起来 五折结账 得嘞 您稍候啊 我来给您换点 又连啊 师父 这张喜和栓子呢 他们俩出去送货去了 怎么了 有事 还有张订货单 是送给 刘洋会馆谭四同先生的 人家人子都交了 今天不管再晚 务必得把货送到 要不然 就失讯一人了 谭四同先生 我听说过 他写过一篇文章 叫人学 写得很有道理 还有 他不是鼎鼎大名 维新派人士吗 我还真想跟他认识 那好啊 那明儿哥 我给您引荐一下 师父 要不这货 我给送你 反正我也没事 没准有机会 我还能跟谭四同先生聊聊 哎呀 那就让你受累跑一趟吧 记住了 谭四同先生 驻刘洋会馆 好剑法 我是送客斋的 您跟我们那儿订的东西 我给您送来了 哦 这么快就送来了 您送客斋还真守信 搁这儿吧 哎 谭先生 我读过您的人学 我读过您的人学 还有康有为康先生的大同书 与大同书相比 您的人学在主张上更为积极 康先生主张是军民同志 而您则主张是民旨 不知道这两种方式 哪个更好一些 你不是送客斋的伙计吧 我来京师同文馆读书 空余时间 在送客斋当伙计 我说呢 到底是来自新式学堂的学生 能接受新思想新知识 这么说吧 当你的新思想新知识 掌握到一定个程度时 你就会理解 我所主张的民智 那这维新派跟洋务派 是一回事吗 他们之间有相似的地方 但也有不同的主张 比如洋务派主张 首先要学习洋人的 传奸炮利 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富民强谷 而我认为 这不是救国之道 我也在修习武术 可有一次碰到 康有为康先生 他说现在时代变了 刀马弓箭之武士 已成苦救无用之武 他认为 这武术到了今天 是不是真成了无运之武 康先生说的有道理 但凡事不可一概而论 康先生也曾经说过 普鲁士 其操兵则登山跳剑 横野渡河 所以中国应该学习 普鲁士国的军事体育 来强领 而今我们中国军队 便当懦患不堪 缺乏上武之分 文不相文 武不相武 如何抵挡洋人的虎狼之事 我明白了 先生习武 也是要这种精神和气势 一直以来 一提练武 便觉是村野之举 不登打眼之法 殊不知 上武是一种精神 不管是文人还是文将 都需要这种精神 是啊 我们就是要从习武当中 去感悟 为国为民 誓死无鬼 才知道 如何去护国保驾 先生 您说得正好 有雷闹 破初 你回来了 我刚从西北来 去帮帮货物 马上就得回去 你还好吧 什么呀 每天不是上课 就在铺子待着 这日子过得太没意思 以你的想法 过什么日子 你才觉得有意思 要有时间 我加入您马方 跟着您走南闯北的 那才不算白活一世 好 等你学堂逼着夜 我就带你走几趟 霍叔 那咱们给我说好了 来 您开屋里 好嘞 霍叔 您喝啥 这是订货单 你照单子上写的 把货给我备齐了 我离开京城的时候 再来取货 霍叔 您订这么多货 光端页就二百块 无开闻的墨三百块 一百块超顶七安墨 说实话 对于这些文房用品 我是不懂 我们马帮 原来从来不走这些货 我这不是认识你了吗 等我再回到西北 我还真留心了 这路货的销路 这一留心不要紧 我还真认识了一些 专做文房用品的商人 这些货 都是他们订的 永连 这生意做不做 当然做 这可是找都找不来的大买主 霍叔 谢谢您啊 想着 什么话 我当然想着你 我就是对着文房用品啊 不太懂行 有一个商人问我 一个超什么超 超什么墨 问我是不是胡开闻的 我哪打得上来啊 永连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霍叔 您说的那个 超顶七安墨 宋长 超顶七安墨 这种墨 是以生锡为主要原料 加上猪油 铜油 摄香 冰片 金箔 猪胆等原料制成的 一种书画墨 据说啊 是写千符字 不好三分 这色泽呢 分胶重 浓淡青 五个层次 墨色 立千年而不退 这个是墨中的精品 就这一块墨 还有这么多说道 你们这些文人啊 净扯单 给你五天时间 给我把货背齐了 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 霍叔 您这怎么外行啊 这单子上只有货物名称 怎么没有价钱啊 这万一人家又接收不了 贤贵怎么办 小兔子 你怎么这么多事 你松鹤瞻卖别人多少 卖我就多少 这还能说吗 您这生意啊 我不做 什么 不做了 我费了这么多劲 给你联系的这些客户 你这说不做就不做了 你给我说清楚了 要不然我揍你啊 霍叔 我知道您是想帮我 可没您这么帮的呀 您也不问问 人家收购价 万一要是人家嫌贵怎么办 您是不是打算 用自个的银子 补这差价 有您这么做生意的 这是我的问题啊 霍叔 我谢谢您了 可您这是献我鱼不易呀 那要不这样吧 您那银子反正多得也没地儿花 您先给我支五千两花上 省得又是什么端艳 又是墨子 多麻烦 臭小子 什么事都忙不过你 好吧 你说怎么着吧 这样 您要的这些货 我再进价 加三份力 您自个儿要加多少 是您的事 总之啊 这做生意的规矩 是双方都有利可图 要不然 那就不叫做生意了 那叫什么 这叫救济 我凭什么要您救济 您要真有这份心 您开粥厂啊 说不定还能落个 豁大善人的称号 皮肉又痒痒了是不是 敢跟你大叔这么说话 请问 鹅大人在家吗 鹅大人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那鹅大人什么时候回来啊 鹅大人的事 那谁知道啊 我是流离场 松和斋掌柜的庄虎臣 麻烦您 我回头再来 那那什么 你明儿来吧 盯个十点来钟 那就麻烦您 事先给鹅大人通报一声 这 那要不然你在这儿后会儿 我看鹅大人回来的 好好好 来 真好看 鹅大人 哎呀 喜欢吗 喜欢 喜欢就送你了 谢谢啊大人 哎呀 大人 有人找您 有人找您呢 哎呀 喊什么喊 有话说 松和斋的掌柜找您 他说他叫庄虎臣 叫什么 庄虎臣 庄虎臣 我没听说过 不见 我已经把他打和走了 让他明儿上午再来 明儿再说吧 哎 再来 张展哥 您看看 为了跟您通报一声 挨大人一顿骂 哎呦 这怎么话说的 没事没事 我们大人什么都好 可就是浩和姑娘 就是他了 那什么 明儿您再来 头十点我一直到 好嘞 您慢走 叔 对账呢 怎么样 这个月买不错啊 你别叫我师傅 怎么了 我这哪有做错 惹您生气了 这得问问你自己啊 瞧见没有 这个月的买卖不错 就是盈利不多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全是你造的 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 挣一个花俩 门口过一个叫花子 你说给几调就给几调 来个客人买东西 你就按照咱们定的价卖嘛 你就上赶着给人家打折呀 一打还就是五折 你知道不知道啊 你五折往外卖 不就等于赔本转腰喝吗 叫你这么做下去啊 松可斋非倒闭不可 师傅 我跟您说实话嘛 自打我跟您学徒以后 我都变得抠口嗦嗦了 您就说嗦吧 我那鸟没活虫了 那哥以前我递个话 给点银子 人就给宋家来了 现在咱会过了不是 昨晚我愣着自个儿跑他 你让我捉活虫去了 你少跟我胡扯 你都出图了 怎么这少爷脾气就改不了呢 你花钱如流水 挣一个花 花俩的 这是个买卖人吗 师傅 您别生气 我改还不行吗 我其他的都听您的 可有一样 我跟您想法不一样 我说了您别不高兴了 你说 您呢就像一卖酸枣面了 那撒瓜俩枣 应当小利 您都算起着 师傅 不是我说您这么着 做不成大生意 好 我是卖酸枣面的 撒瓜俩枣也算起 你是正一个花仨 你就是做大买卖的 师傅 我跟您打个比方 您说我叔 看着没什么本事 可是见过吃过玩过 汪二姨这谁都得说 那是位爷 做生意啊 您也得拿出点爷的派头来 这该大方就要大方 这老这么算英投小利 那大生意 他不会找上门来 您说 是不是这理啊 好 我的大少爷 我倒要问问你 你倒是仗义书才 你做什么大买卖了吗 你呀 露一手 让师傅瞧瞧 让我见识见识 什么叫大买卖 师傅 您瞧瞧这个 这单子 还说得过去吧 我的老天爷呀 这可是大单子 这够咱们铺子 半年的销量了 这是哪订的货呀 西北 我货大叔给操办 这可是一笔长线的买卖 师傅啊 我妈就常说了 这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这做人啊 做生意 都是这道理 到这份上 那就是一境界 又连 你给师傅上课 不敢 不是 师傅 您呢 永远是我师傅 厄大人 您是 怎么您不记得我了 不好意思 忘了忘了 年岁大了 脑子不好使 在宫里 前清门外 张榜公布 您新任内务府 御用品监管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是那个 庄 庄虎臣 庄大人 幸会幸会 怎么能站着呢 来来来 请坐 坐 上茶 何大人 请您过目 您的大名 关节品级 级冠 出生年月日 可都在这上头 您要是觉着 有什么不妥 您尽管提出来 我们随时 给您改 庄大人 您真行啊 您别站着 请坐 请坐 那天哪 我还以为 您就是这么一说的 那哪成啊 您请用茶 请 何大人 自从您的前任 调走之后 这个位置 可是空了有些日子 怎么样 刚刚上任 这阵子 忙坏了吧 忙坏了 忙坏了 一天到晚的 那事都追着您 不得不干哪 大人 摄影局的掌柜求见 不见 没看那正忙着呢吗 是 何大人 我除了上朝之外呀 主要的 就是在琉璃厂 孙鹤斋 坐厂柜的 这进身 就是我那铺子出的 是吗 何大人 今年皇上 是按正日子 开笔书符吗 正日子 今年恐怕 要完了 这是为什么呀 事先没准备呀 你瞧 这段职务 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我刚上任 该置办什么东西 我是两眼一抹黑 顾不上来呀 这可耽误不得呀 这可是康熙也定的规矩 要是耽误了 麻烦可就大了 怎么个意思 庄大人 我刚上任 这里的道道啊 我是不大清楚的 那有些人明明知道 他就不告诉我 要看我笑会 那是那是 您要是一点错都没有 这位子不就坐稳当了吗 我跟您说 想顶您这缺的人呢 多了去了 对对对 庄大人 您坐 您坐 您得跟我说说 您得仔仔细细地跟我说说 这皇上舒服的由来 好让我心里有谱啊 这不三郎兄吗 你怎么来了 这不我们大人呢 调京城来了 我也跟来了 我说老兄 上次那事啊 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所以这次啊 这次 三郎兄 这次您就算把我亲爹请来说情 也不行 上回那事啊 差点让我把饭碗都给丢了 要不庄掌柜的留情 我早卷不个卷回家了 我还哪好意思再提让您帮忙这话呀 是这么回事啊 上次那事啊 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我这心里头一直过也不去 这就好了 以后我也能住到京城了 咱们哥俩交个朋友 常来常往 好互相有个照应不是 这么着 今儿晚上我请您喝酒 算是我向您赔不是 您看怎么样 就喝酒 没别的事 真没别的事 就是想好好喝顿酒 好 等我这铺子上了板 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好 一言为定 不见不散 好 大人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大人 您交代的事全办完了 办完了 这话多难听啊 你得说全办妥了 明白吧 是 全办妥了 下去吧 下去吧 大人 奴才 今晚上想跟您告个假 出去一会儿 有点私事 私事 你能有什么私事啊 我听说你在京城 亲戚朋友都没一个 是这么回事 上次 您派我到京城办差的时候 我认识一朋友 叫德子 在琉璃厂当伙计 上次呢 他帮了不少忙 今晚上奴才想请他喝顿酒 也想好好的答应答应他 不是 您看 他他他他 既然都这样了 那就早去早回 府上现在缺人手 别到时候喊你们 你们谁都不在 是 去吧 刚才您提到皇上 舒服的事 我这儿 还在听呢 这件事的由来啊 其实挺简单的 康熙爷的时候 有位诗人 叫扎慎行 是学苏东坡 陆放翁这一派的 他是继 康熙年 王世珍 朱怡尊 这两位大诗人之后 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后来这位 扎慎行 做了 内庭侍从大臣 这人 我好像是听说过 怎么的 皇上喜欢他 是啊 康熙爷呀 他最欣赏他的事 尤其喜欢这么两句 历言 梭媚 平生梦 成本 烟波 一调图 多美的诗句呀 康熙爷 还给他写了 一个大大的福字 赏给他 从此以后啊 这就成了规矩了 一到 家平硕日 也就是 十二月初一 皇上 开笔 舒服 赏给在京的 王公大臣 和内庭师从 你瞅瞅 就这么两句诗 那得有多少人 跟着占官啊 感情 到了雍正爷这时候啊 他不光赏福字 给京城的王公大臣 他范围扩大了 也赏给各省的总督 将军 巡抚 这样的大员 那皇上得写 多少个福字啊 估计得摆出来福吧 等到了乾隆爷的时候 他把赐福字啊 变成了仪式 那比以往 可是隆重多了 乾隆爷 得先亲临产福寺 烧香起福 然后 再回到重华宫 焚香致敬 这些事都完了 这才开笔舒服 庄大人 多亏您提醒了 我得事先准备准备 要不然到那时候 废抓瞎了不可 三郎 三郎 这小子出去了 翠儿 来来来 大人 把我昨天写好的 那个给皇上 购置物品的清单拿过来 好 快去快去 大人 您看是这个吗 对对对 就是它 就是它 大人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笔啊 是扎笔吗 哎呦 念对了 是扎笔 呃大人 您府上的丫鬟都识文断字 让我装虎尘 算是开了眼了 这个呀 灵力些 教几个字啊 都识的 哎呦大人 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扎笔呢 哎呀 请教庄大人呢 啊 庄大人 你可以说说 把门弄服 呃 这个扎呀 就是 手张开的意思 还有一种笔 叫扎笔 就是你上面写的 这扎笔呀 这个笔管 短 粗 而胖 啊 所以 写大字的时候呢 这手呢 要抓在 这个靠近笔头的位置 所以叫扎笔 呃大人 我说对了吗 对对对对 那你 先下去吧 哎 是 庄大人 你可提醒我了 这皇上 书笔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用这扎笔呀 那当然啊 写这么大的笔字 不用扎笔还成啊 哎 皇上啊 不光用不同款的扎笔 他还有个习惯啊 写完了一个笔字 他就换一支笔 为此 皇宫里头每年到这个时候啊 都要买进大批上好的文艳纸墨 哎呦 没想到这里边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庄大人 您得仔细的跟我说说啊 给皇上备笔 先给温笔 哎呦 等等等等 您说的这温笔是什么意思啊 您想啊 十二月初一 也就是二九里头吧 这冰天雪地的 从外边回来 皇上的手都冻僵了 他怎么写字啊 伺候乾隆爷的太监呢 得拿着这扎笔 到重华宫 香炉上 给他封温乎 皇上拿着这温乎的扎笔 写起字来 他才信手 不认 哎呦 庄大人 您怎么知道 他这么清楚啊 我不是告诉您了吗 我除了上朝之外啊 主要的 还是在 刘丽丹和松鹤斋 做单位的 这刘丽丹我知道 可是您说的这松鹤斋 好像我没听说过 松鹤斋 开张时间不长 是家男纸店 新铺子 专卖文房死宝 哎 庄大人 不不不 庄掌柜 您知道的这么清楚 原来您是干这个的 回头我拆伙计 给您送一套 上好的文房用具来 让您瞧瞧 松鹤斋的文房四宝 您要是用着顺手 这往后宫里购物 您就别费心了 跟我打声招呼 这不就齐了 这事啊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我给皇上当差啊 千万马虎不得 出了事啊 我担不起这责任呢 鹅大人 我庄虎尘 是董规矩的人 一切 照规矩办 董规矩就好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我那那是那什么 说 张规矩 我想跟您告个假 我娘啊 在村里给我说了房媳妇 我想回去把事办 这倒是大好事 你打算回去多少日子 怎么得各把月吧 按理说 这结婚呢 是一辈子的大事 回去啊 应该多待些日子 可是我不说你也知道 眼下铺子里缺人手了 要不 要不然我就 行了行了 你也别要补了 你就 踏踏实实的回去吧 人这一辈子 不就这一回吗 反正铺子里刚找了两个伙计 也不缺你一个人手 那您说 我能待多少日子 别超过一个月 能提前回来最好 你把铺子里的事 跟张喜和栓子他们交代清楚 今天是初八 等十五进来那批货 你就回吧 谢谢张规矩 你急什么呀 又没人追你 我不是怕您变卦吗 我是那好变卦的人吗 不是不是 那你回来 铺子 你跟鹅大人府上的 那个三郎挺熟 那不就上回 松竹斋 封条那马的事 跟他认识的 这小子 可没少给我找麻烦 要不是您 我那饭碗都砸了 我说的呢 这么认识的 对了 张规矩 今儿他要请我吃饭 你怎么能让人家请课 我看这课该你请 这样 以后节长不短的 你就请三郎喝酒吃饭 所花费的银子 要贵上值 张规矩 这怎么能行 说好了是他请客 凭什么让咱掏银子 你小子 就是眼皮子浅 就盯着那撒瓜俩早 就这么办 你请三郎吃饭 就算我给你派差 不算私事 只要三郎在他主子面前 替咱松鹤斋吹去风 以后宫里进点什么货呀 想着点松鹤斋就成 跟三郎怎么说 你心里应该有数 我明白了 掌柜的 我太佩服您了 我到今儿算彻底明白了 咱们东家 为什么花那么大的价钱 请您来当掌柜的 小子 学着点吧 先生 您看成吧 挺好 没问题 那您慢走啊 小兄弟 跟你商量个事 您说您说 我来京城一趟不容易 还想在流地厂到处转转 我这东西先存你这 成吗 那怎么不成啊 您赚您的 那就谢谢了 您客气了 不是跟我说秋月 有梦了 没梦你 她真的能不能说 她真的能不能说 张先生 一万点 你们俩兄弟怎么来了 伯母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乔二哥 我跟我妈还一起说清楚 怎么不跳舞呢 我们还都不会呢 要不然 我们俩一块儿跳 我也不怎么会 行吗 来吧 许子 你这东张西望子看什么呢 那客人的笔墨和兽联还在这儿呢 他怎么也不来拿了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 他买完东西 说再去琉璃厂转转 转回来再取东西 你说这都是快上板了 怎么还不来拿 那银子给了吗 给了 你着什么急呀 给了银子 这东西就是人家的 拿不拿走 是他的事 甭着急 张先生 你好像一直就不太喜欢我 对吧 我是不太喜欢你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追秋月 这不对吗 是不太对 那我看你也挺喜欢她的 没错 我就是喜欢跳跃你 怎么了 那我看没有别的办法 咱俩就要决斗呢 决斗呢 不是我说啊 就您这样的 俩都不是我哥 那好 那咱们就骑着驴 看着唱本走着瞧吧 成 我等着您 据我所知 你们京师同文馆 有不少微信派的 你是一个吗 算不上 但是我同意他们的观点 据我们情报 朝廷 马上要一个大动作 对微信派的非常不良 很可能会有流血时间 你要小心 不是 因为我们还要决斗对吧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翘远 那咱们去跳舞吧 一万钱 你刚才说的真的 什么 什么也没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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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慢点啊 得了 你别放着啊 许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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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儿给我抓人 你看见了吗 抓人 抓什么人呢 你没看见啊 我昨天给赵大人 送笔回来 路过庆丰山门口的时候 我这还纳闷呢 这铺子门口 怎么沾这么多 穿棺衣的人 结果 那个人就从庆丰山 出来了 两个府外 就上去了 三下五出二 就给他绑下来 我说他犯什么事了 有完没完了 还干上活 德子 德子 三郎啊 咱不是说上了门以后吗 你怎么这时候就来了 不成了不成了 今晚怕不成了 小弟不能为老兄弟见行了 回头呢 带我向新嫂带好 怎么了 你是 德子 有件事 我是专门来告诉你 说就完了 咱们到外边说了 有事 三郎什么事 大惊小怪的 这屋里还有事呢 德子 今天晚上可千万别出门 朝廷得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要来抄我们松鹤斋吧 嗨 抄我们这松鹤斋干嘛呀 是这么回事 我刚打我们额大人听说 说今天晚上 这九门提督 奉老佛爷之命 全城大搜谱 捉拿乱党 不明同龙已经封锁了九个城门 一切人都不许出城 为者格杀无论哪 1898年9月21日 慈禧太后 林朝训政发动宫城政变 囚禁光绪皇帝 积纳违新太远事 白日违新 随告失败 枪子给注意啊 往那儿马 哎呀 又在那边那边 马上柜 哎呦 这不幽灵少爷嘛 有日子可没见了 挺好的 我霍叔叔在吗 哎呦 不瞧 他不在 有事 霍叔叔在我们松鹤斋啊 定了一批货 哦 我这儿都给得备好了 这都好几天也不见他来 我来找他 哦 不瞧您说 我也在这找他呢 你说这霍爷 他什么事了 三天都没露面 我都快急死了 啊 霍叔不会出什么事了 哎呀 谁知道啊 昨天夜里冠军大搜谱 我这一夜没睡踏实啊 你说这边黄马乱的 霍爷如果出点好歹 这得了啊 这 王长官 哎 霍叔要是有消息 麻烦您马上告诉我 得 我先走了 行 霍爷仪有消息 第一个统治您 好 我先走了 哎 得 少爷 走好 慢走 给我叫 张大人 您来了 里边请 庄长官 今儿生意不大好吧 可不是 就来了您一个 其他的大人都没来 哎呀 也难怪啊 朝廷出了这么大的事 谁不胆战心惊的 办完公事赶紧回家 免得招惹是非 那您这是 哦 最近要写的东西很多 我的兼职用完了 过来买些兼职 这么点小事 您拆一个人来不就行了吗 何必您亲自跑一趟呢 张掌柜的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作文写诗 一般对兼职要求很高 一般都是自己亲自来挑选 有别人代劳 我还有点不太放心呢 张大人 您里边请 好 杨先生 您再看看这个 杨大人来了 他有志没见见 又林呐 你这当伙计的 也该出师了吧 早都出土了 上个月我都拿工钱了 就少点 我师傅 我手紧着呢 多一点的都不疼 不知足 有林呐 在松河斋当伙计 工钱就这样 您要嫌少 另谋高就 没有 不过你要是做股东 那就另当别论 话说你这伙计 比我这掌柜的可富裕啊 你是又玩鸟 又玩虫 你说你一个月 师傅 师傅 那是 是啊 在琉璃厂这条街上 打听打听 少东家 当伙计的 有几个呀 杨大人 这昨天晚上可够热闹了 这又是布军 又是马队的 折腾了一宿啊 我今天早上得到消息 谭思同 刘光帝 杨锐他们被捕了 康有为 梁启涛 跑了 这 谭大人 刘大人 被抓起来了 杨大人 您这不是刑部的吗 到最后这案子 肯定得落您手上啊 您抬在手上 给他们放过得了 哪这么容易啊 这个案子 恐怕到不了刑部了 都是老佛爷钦点的 别说谭思同刘光帝了 这 就连皇上 都给乱劲了 杨大人 来来来 请你看 杨大人 要说朝廷里的事啊 咱这草民哪 是管不了 反正知道了也没用 还不如不知道 甭管出了多大的事 咱老百姓 还得过日子不是 杨大人 这兼职 您选中意了吗 哎呀 没什么中意的 哎呀 如今这年月 恐怕没什么好兼职了 杨大人这话的意思 以前有好的兼职 不过现在造不出来了 是这样 那是 越是好的东西 越容易失传 杨大人 杨大人 说的是谭奸吧 哎呦 谭奸呢 我们松河斋 可没地方找去 要是真有己父 谭奸呢 恐怕也舍不得卖了 早就列入收藏了 杨大人见多识广 是否见过 真正的谭奸呢 谭奸之问世至今 不过两百多年的历史 虽说谭奸这制作已经失传 但毕竟有存世之物 我是见过的 好 这什么事谭奸 我怎么没听说过 要不你怎么学徒呢 你要是什么都懂 我这个掌柜的往哪放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在琉璃厂混了这么多年 真正的谭奸 我也没见过 谭奸呢 是明代一个叫谭中和的人 制造的一种奸纸 由于数量少 制作工艺复杂 在当时就奇跪过零 原来放在这儿 那摞奸纸呢 卖完了 这些日子啊 就这种奸纸卖得好 我跟哪能见到这种奸纸 这恐怕就有缘分了 只要有缘 你早晚能见到 杨大人 您要的谭奸呢 我们找不着 可是精致一点的奸纸 还是有的 等新货上来 我差人给您送到府上 您看满意不满意 得 那就劳家你了 您们客气 您走啊 您走 您慢点 得的 好久没看见你 李大爷 您早您早 得子 你这儿没回家几天呢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店里缺人手 我就这点事 办完了这不就回来了 你媳妇 你说你躲什么呀 这还能老不见人了 这乡下人 没见过世面 没事没事 早晚不得熟吗 来 尝个馅 你说你回来就回来吧 你还买什么东西 这不是买的 这都是自个儿加重的 您给我讲讲这谭奸吧 谭奸呢 我师傅说呀 谭奸桃染有秘法 大而连榜 小而尺度 色样各异 描成山水 人物 花鸟之形 精美之极 不过 现在这样的连者 已经失传了 那您师傅见过 他 他也没见过 是他老辈的人用过 据传说呀 这谭奸有很多种 最好的应该算 玉板 银光 螺纹朱砂镜面 和关间 这谭奸用的是 金川的连纸 在这金川连纸上 背后压光 做出各种各样的 花鸟图案 还得打上蜡 这才出成品 当年董奇昌 对这谭奸呢 是赞取有加 这董奇昌 是跨万历 天启成真三朝的人 他应该跟谭奸中 合适同时代 如果董奇昌用过的话 那应该是晚年时候 董奇昌说呀 这谭奸 润而绵 下笔是盈而不滑 能够随心所欲 这可就难得了 据说 董奇昌是个 心高气傲之人 很少夸奖别人 还喜欢扁同行 在绘画方面 他是赏南扁北 压制那些 跟他相抗的这派 得 我说跑题了 师傅 您说正好的东西 这后来怎么就绝版了呢 说来话长 这谭奸中和 坐的这个谭奸 据说用的是 密传的方法 这个密传的方法 最早是他的祖上 宜宅公 由内府得到的 后来 宜宅公的孙子 把他传给了 谭奸中和 谭奸中和反复 试验了几回 他还就成了 这么讲的 那我看 这也是天意了 这谭奸中和 坐的这个 精致的谭奸 这消息不经而走 一时间是远近闻明 慕名而来的 求旨的人 是越来越多 这谭家只好 雇了二十几个家童 是昼夜感知 仍然是 供不应求 那就多雇点人们 想发财的人 也许会这么办 可是谭奸中和 他是个散弹之人 对名啊 利啊 毫无兴趣 他老人家呀 是性情中人 烦了 你猜怎么着 他撂挑子了 撂挑子了 是啊 有一天哪 这求旨的人 是一波 接着一波 你想啊 这谭奸 是用金川的连纸 背后压光 他还得打蜡呢 一时半会儿 难弄得出来呀 可是这买家呢 是一个劲儿的催 谭奸中和烦了 一怒之下 把买纸的人呢 全给轰出去 夏令天空 是吧 做弹纸的那些用料 他一把火 就给烧了 这不是可惜了吗 掌柜的 不对呀 我见过弹奸 在琉璃厂的 好几家铺子 都摆着呢 那都是赝品 要是真弹奸呢 没有人舍得卖 这支老了 银子了 可看着也不错呀 那是在纸上 上了颜色 涂上高粉 当时看着好看 时间长了 高粉掉了 寒碳极了 这都是仿制者 不得其法呀 多好的买卖啊 没人争 没人抢呢 他这说毁 就给毁了 这人世间的事啊 不是你我就能揣摩清楚的 师傅 我琢磨着啊 这弹奸肯定还有实物传世 您想啊 那弹中和当初卖出去那么多 他不能都给毁了吧 肯定有人得保存下来 那就等着吧 要真有弹奸在 他早晚得现世 就像杨大人说的 要想得到他 那就要看缘分了 快快 这 你看人家饭馆还摆这个呢 瞧瞧啊 大火机 这红星楼 我可是同一次来呀 我也是 甭说你们了 就连我也是同一回呀 我告诉你们 掌柜的瞧得起咱们 咱们以后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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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爷 上菜吧 来上菜了啊 上 大柜的 您看 这 这这么大的牌照 让我这心里边 快过也不去 不光是你 咱这个铺子里 不管谁家有事 我这个当掌柜的 都得管 松鹤斋要想成气候 光靠我一个人不行 大家得齐心合力 是是是 我说师哥 你这可是急茬啊 这才回去几天 要娶上媳妇了 师父 那我师哥 娶了心了 下一个 是不是该轮着我了 您也得给我 张罗一个嘛 那是你妈的事 我可管不了 不过呀 我可以跟你妈说说 咱们又林 娶媳妇 那可马虎不多呀 那是那是 母样长得 顺眼不顺眼 都是次要的 关键的 得会玩鹰 最好是一个 玩鹰的把手 为什么呀师父 你想啊 你爱玩鸟 还不得找一个 爱玩鹰的媳妇 要不管不住你呀 哈哈哈哈 成 还是师父心疼我啊 哈哈 赶紧跟掌柜的 说个道谢的话呀 谢谢掌柜的 哎呦你倒是大点声啊 哎呀行了行了 我听见了 啊 来来来 大伙儿都坐吧 哥 进这儿 师哥 您赶紧招扫坐呀 哎 坐坐坐 大伙姐 大伙姐 坐坐坐 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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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